全文字数,1049,阅读时间,四分钟,徒手健身比起器械健身来说,有着天生的两大缺陷,第一个是稳定性差,从而力量发挥不出来,比如很多高位下拉很厉害的人,做引体向上就做不了几个,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另一个缺陷是肌肉协同性高,从而不容易孤立,针对于目标肌群不能做的精准化,做完引体向上背阔肌美感觉,反倒是手臂酸胀,这就是因为孤立性差的缺陷导致,稳定性和孤立性就是你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,需要这种考虑的因素,同样的。 这两个重点,适用于任何图手健身方式,比如倒立称和俯卧称,一,稳定性影响引体向上数量引体向上做不多,主要问题出在身体稳定性上面,而我们身体的稳定性,主要集中在核心力量上面。 集中强稳定性就是要集中针对于肩部核心和腰腹核心,肩部核心为了肩胛骨,所以保持肩胛骨收紧,就能提高肩部核心的稳定性。 那你在做引体向上下沉的时候,双肩就不应该完全放松,而是始终保持紧张,这样能减少维持肩部稳定而流失的力量。 双肩收紧的意思就是,不能把脖子陷进肩窝里面,而是始终保持肩胛骨下沉姿势,减少肩绣拉伸感。 再或者,你也可以多进行肩部核心的稳定训练,比如,倒立,寻掉总肩沉肩,要复合心为要腰椎,很难想象引体向上的时候,也会依赖于腰复核心稳定对不对? 其实腰复核心稳定之后,能给予被扩肩更好的发力平台,从而提高被扩肩的力量发挥。 腰复保持紧张收紧,就是保持收腹紧腰的状态,腹肌保持紧张,同时臀部加紧。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以下训练增强腰复核心力量,例如,旋吊取腿,动胎前水平。 二,鼓励性影响引体向上质量引体向上一般是练背的动作。 而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,最容易手臂带撑,手臂带长,不仅导致背扩肌训练效果变差,而且容易导致手肘疼痛,肩受疼痛的情况发生。 减少手臂带长的方法共有两个,一个是抓杆握子,还有一个是发力赶手。 抓杆握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手臂旋转幅度,而我们都知道,手肘越是向外打开,背扩肌训练效果会更好。 那么你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,想要背扩肌更好发力,你就需要用半握的抓杆方式,同时去体会无明智发力感受。 这样手臂旋转幅度就会变大,从而能让你手肘更容易打开,促进背扩肌的训练效果。 引体向上精准轰炸背扩肌需要体会这样两种感受,第一种是大臂下压撑起了身体的感受,而不是小臂会拢折叠拉起了身体,以以剑为招,以招为成重点。 第二种是胸肌靠近单杠的感觉,胸肌与背扩肌是一对结抗肌,胸肌拉伸越厉害,背扩肌与解放肌收缩就越强,所以要用胸肌凑近单杠,而不是下巴过干。 以上两种引体向上的方法方式并没有冲突,你在实际训练中,两项都可以遵守,从而帮助你全方位的提高你的引体向上数量和质量。 此外,任何徒手健身都有方法敲门可以钻寻,记得订阅关注我,同时在评论区留言你想要的内容更新。 强硬健身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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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谢谢大家